今天要为您讲的一本好书是《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这本书的作者是华尔街老炮约翰·戈登 戈登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有席位 可以说是华尔街金融世家 约翰·戈登本人从小耳濡目染,深得其中三昧 后来约翰·戈登选择了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系 并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 从此成为专业的财经作家 算起来啊,这个范德比尔特大学呢 与华尔街也是素有渊源 这所大学的创办者范德比尔特 是街辟摩根以前华尔街古典时代最后一位大佬 好了,华尔街老炮,金融大亨范德比尔特 历史学,职业作家 当所有这些元素都凑齐的时候呢 就有了眼前这本《伟大的博弈》 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伟大的博弈》描述了华尔街352年的历史演变 从1653年至2004年 比美国的历史都还长呢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中 一系列的关键人物与重大世界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合力将华尔街推向了金融帝国与世界强权的位置 那么,在这场跨越三个世界的博弈中 哪些因素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呢? 诶,今天啊,我们将跟随约翰·戈登的这本著作 一起来回顾那段历史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档案 看一看主导华尔街命运的四大因素 那先说第一个因素就是战争 毫无疑问 华尔街的命运与战争是紧紧相连的 华尔街这条街啊 本身就是因为战争而形成的 华尔街的历史始于1653年 当时的纽约还处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下 名为新阿姆斯特丹 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总督 为了防御英国人的入侵 于1653年申请市政委员会拨款 建了这么一道城墙 后来英国人从海面上打过来 这道城墙根本就没起到任何防御作用 新阿姆斯特丹就投降了 英国人占领这里之后 把城市改名为纽约 英国人觉得这道城墙没什么用啊 就给拆了 拆了之后 城墙杆因为比较宽 就成了一条街 得名墙街 墙呢 在英文里叫沃 中文音译过来就是华尔街 您看呢 正是荷兰与英国之间的争霸战争 无意之间创造了华尔街 荷兰人建墙的1653年 因此称为华尔街元年 也就成了伟大的博弈这本书的 既是起点 一开始的华尔街呢 不过是因为临近哈德逊河港 而又恰好街面比较宽大 是自然形成的一条普通商业街而已 像这样的商业街 什么波士顿也有 费城也有 甚至规模还更大 而当时的美国还是个标准的农业国家 经济结构原理单一 北方是小农经济站主导 南方就是奴隶制种植园 除了造船业和一点铁匠铺 也没啥像样的制造业 如果这个时候请张泽端老先生 给华尔街画一幅画 大约就是北美版的清明上河图 如果历史是线性发展的 那么华尔街上的商业 可能会越来越繁荣 却绝对与金融帝国 搭不上一毛钱的关系 但是一场战争 打破了历史的线性发展 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通过独立战争 北美人民赢得独立 美国建国 从此 北美十三州 摆脱了英国殖民政策的束缚 开始大张旗鼓 发展自己的制造业 银行业 华尔街迎来契机 从商业街 向金融街转型 在此之后 又有三场战争 深刻影响了华尔街的走向 分别是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南北战争之前 联邦政府每天开支 14万美元 到了战争高潮的 1861年底 联邦政府的每日开支 高达150万美元 那么问题就来了 要打仗 这银子从哪来 林肯政府有三个办法 那就是加税 印钞 发国债 通过税收 林肯解决了 21%的财政问题 通过无节操的印刷纸币 解决了13%的财政问题 剩下的就由资本市场包园了 随着联邦政府的节节胜利 资本市场参与者的空前活跃 以及巨大的战争消耗 对于制造业的拉动作用 华尔街进入空前大牛市 到战争结束的1865年 华尔街每天的证券交易量 达到了60亿美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 到了1914年7、8月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幕 徐徐拉开 暂时华尔街成了英法协约国的钱袋子 华尔街上每天都有协约国的战争 国债在发售 资金是源源不断地流向 大战中的英国和法国 其中大量的资金 又用于在美国就地采购军事装备 后勤物资 这就刺激了美国农业的茁壮成长 为美国和华尔街 带来了空前所未有的战时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于华尔街崛起成为世界强权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1895年 还只是美国需要从华尔街借钱 来渡过难关 到了1916年 几乎是全世界都需要从华尔街借钱 才能渡过难关了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来一贯靠进口资本 促进经济发展的美国 一下子 从债务国变成了世界头号债权国 华尔街也顺理成章地 取代了伦敦金融城 成为新的世界头号金融中心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就更不必说了 二战中老大哥英帝国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 从此再无力争夺金融霸权 伦敦金融城沦为华尔街的小弟 世界金融史正式跨入华尔街时代 受到战争需求的拉动 美国企业的利益从1939年的64亿美元 上涨到1942年的209亿美元 而在二战期间被严重压抑的民用需求 比如像住房 汽车 家电等 则催生了战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 说完了战争啊 大家会发现 每一次战争 不论是美国国内战争也好 世界大战也罢 似乎华尔街都能从中受益 为啥华尔街就能如此幸运呢 这当然部分依赖于 美国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个大国的崛起 才可能成就一个金融强权 但是美国的金融街 也并非华尔街一家呀 费城可是美国的老牌金融中心呢 美国第一家银行 北美银行是在费城建立 美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费城股票交易所 也是在费城 甚至美国第一家中央银行 合众国银行 也是在费城 为啥费城没有崛起为 世界金融帝国 却是华尔街呢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我们就不得不讲到 主导华尔街崛起的第二个因素 基础设施建设 那对华尔街非常关键的一项 基础设施建设呢 是伊利运河的开通 伊利运河西起伊利湖畔的水牛城 东到大西洋海岸的 纽约哈德逊河河口 全长是584公里 造价高达700万美元 在当年呢 是一笔天文数字 这条运河彻底打通了 广大的美国中西部地区 东出大西洋 参与国际市场的人督二脉 从中西部运送货物到纽约港 时间节省了三分之二 运费节省了95% 结果呢 是运河开建前 纽约人口只有10万左右 到了1860年 纽约人口达到了100万 运河开建前呢 经由纽约港输入美国的货物 只占全部美国进口的不到10% 到了1860年 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62% 毫无疑问 凭借这个伊利运河 纽约崛起为全美首屈意志的贸易和经济中心 费城再也不能和纽约抗衡 伊利运河成就了纽约 自然也成就了华尔街 作为纽约的金融街 华尔街进水楼台先得月 伊利运河这种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巨额的融资 海量的贸易扩张 需要海量的信用扩张 对吧 发债啊 募股啊 成为金融魔法师的咒语 全美史无前例的经济大繁荣 造成全美史无前例的资本市场大牛市 于是华尔街就不得不成为 全美首屈意志的金融中心 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为全美最大的资本市场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项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 那就是铁路 在1830年代的时候呢 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大崩盘与危机之中 世界对华尔街失去了信心 欧洲资本更是将华尔街视作毒药 避之唯恐不及啊 罗斯柴尔德银行 巴黎分行的总裁 曾经对推销债券的美国人说 你们回去 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 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巨头 他们说 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 一分钱都借不到 都说在资本市场啊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现在是华尔街的信用彻底破产 信心荡然无存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铁路建设扮演了 华尔街就是主的角色 建设铁路啊 从来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仅仅靠个人或者是个体资本 根本没有能力去建设铁路 只有资本市场用债券和股票 这两种金融工具 集中全社会的资本去投资 这点儿才行得通 而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又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好的交易证券 在那个时代 再没有比铁路建设更赚钱的项目了 于是呢 全美的资本都乌羊乌羊 往铁路债券和铁路公司股票上用 当时 美国所有上市交易的证券中 有三分之一是铁路公司债券和股票 反过来 美国铁路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 也反补着投资于它的美国资本 在这里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 形成了完美的正反馈链条 到了1843年 在经历了五年的大雄市之后 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 终于止跌回升了 你看 一条大河 一张路网 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大建设 为美国经济提供了磅礴动力 而纽约的华尔街呢 因为恶手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 从而享受到了巨大的基建与金融红利 在国内的竞争中拔得头筹 讲完了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再来说一说 主导华尔街崛起的第三个因素 那就是创新 与华尔街崛起的相关的创新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理念创新 和主体创新 首先我们来看技术创新 历史上对于华尔街影响最深远的技术创新 可能就得数电报了 金融控制和组织国民经济的根本路径 是通过资本市场博弈产生的价格信号 来影响资本的投入 从而决定实体经济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以及为谁生产 那么在电报发明以前呢 传递这种价格信号的方式非常原始 几乎是从古希腊 大圣波斯的温泉观战役以来 没有本质上的进步 全靠两条腿 往往是人跑过去了 黄花菜都凉了 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电报发明之前 美国国内的一些区域性的资本市场 一直顽强存活着 好了 现在有了电报了 价格信号实时传输 那么这些区域性的次级金融中心呢 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 美国全国的资本 进一步向华尔街集中 接下来 我们再看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可谓是贯穿华尔街历史的始终 前面我们讲过啊 是战争创造了华尔街 但那只是地理上的华尔街 谁创造出金融意义上的华尔街呢 正是制度的创新 1789年 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 为了应对长期战争造成的巨额债 财务压力 汉密尔顿使出了三板斧 一 整顿税制 统一联邦税 二 发行国债 三 建立中央银行 并发展商业银行 汉密尔顿的政策全面刷新了 美国的经济结构 也为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奠定了根基 有了联邦税收 就创造了发行国债的基础 有了国债呢 就有了可以交易的有价证券 有了银行体系 而这些银行又都是第一批股份公司 才有了股票这么一说 债券和股票加在一起 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证券体系 进而才有了证券交易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汉密尔顿称得上华尔街之父 第二个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 是美联储的建立 美联储实际上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这一点不需坠言 美国人其实对中央银行并不陌生 早在独立后不久的1791年 美国人就仿照英国中央银行 英格兰银行 建立了美国人自己的中央银行 合众国银行 但是1829年 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后 关闭了中央银行 从这以后的80年间 美国饱受没有央行之痛 在没有央行的岁月里 华尔街金融寡头 崛起成为美国事实上的央行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呢 就是极具传奇色彩的JP摩根 这个事情还得从南北战争说起 原来自南北战争后 美国就逐渐回归了金本位 废除了林肯率币 这造成了通货紧缩 在广大中西部农场主 小业主和银矿集团的抗议下 国会又批准自由铸造银币投入流通 并规定了白银兑黄金 是16比1的固定汇率 结果呢就是白银供给暴涨 白银换黄金的市场价格迅速跌至20比1 然而官方的汇率却维持在16比1 这么明显的套利机会市场 不去操作 那就见了鬼了 于是黄金开始大量外流 眼看着国库里的金子 变系法一样没了 为了维持法定黄金储备呢 政府甚至还在华尔街发行了一次 1亿美元国债去购买黄金 结果没用 买回的黄金迅速地又流失了 到了1895年初 眼看国家叫破产 克里夫兰总统不得不召来 华尔街的灵魂 揭癖摩根 商议对策 克里夫兰总统坐在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后面 低声询问摩根 您有什么建议啊 这一刻标志着华尔街 崛起为世界强权 即使强如美利坚合众国 也要向华尔街伸出求援之手 然后呢 摩根就搞定了这件事 摩根在华尔街 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城 同时承销美国国债来购买黄金 国债很快就销售一空 到1895年6月份 美国的黄金储备 牢牢守住了1.075亿美元 这场险些导致 美国国家破产的金融危机 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 上个世纪之交 在街辟摩根这个美国事实上的 中央银行明智而坚定的领导下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 正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国家 资本市场上的证券交易 为美国的工业发展 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所需的资金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无疑是街辟摩根自己组建的 通用电器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 仅以后者而论 其成立时资本额高达14亿美元 而当时全美工业总资本额 也不过90亿美元 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当时华尔街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课堂上老师问学生 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一个小男孩回答 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在1901年 这个世界又被摩根先生重组了一回 这个时候呢 华尔街与白宫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就在摩根重组世界那一年 秉持进步主义理念的 奥西多罗斯福总统走马上任 老罗斯福总统担心 金融资本控制工业 进而形成垄断资本 伟大不掉 威胁到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政体 于是在他的坚持下 美国国会通过了西尔曼反托拉斯法 政府强势介入国民经济 将控制华尔街的寡头一一拆分 杰皮摩根旗下的北方证券公司 干脆被强制关门了 一时间那是烽火四起 狼烟遍地 在这个大背景下 华尔街发生了一宗 颇为蹊跷的铜矿业股票投机案 这场蹊跷的投机案呢 引爆了一场几乎将美国经济 突入深渊的金融恐慌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前面讲到1837年的时候 杰克逊总统关闭了第二合众国银行 从那个时候起呢 美国实际上就没有了中央银行 也就无法发行政府信用货币 无法向经济主体注入流动性 所以面对这场金融恐慌 可以说美国政府是束手无策 老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又把 绝痞摩根照入白宫面圣 降纸纾困 诶 这郑重摩根下怀 他只是在晚上召集了全华尔街的大佬 到他的私人图书馆开了个会 老摩根自己甚至都没有参加 躲在隔壁房间 这个抽烟喝酒烫头 等那边乡开会记忆 拿出来了一个章程 老爷子叼着雪茄看了几眼 嗯 觉得靠谱 大笔一挥就圈越了 于是一夜之间市场上就增加了充足的流动性 一场金融危机又消灭于无形 然而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把中央银行创造信用这种国之重器 交到一个人的手里 完全不受人民的监督 这种事情太可怕了 这促使美国政府最终下决心重建中央银行 到了1913年 联邦储备系统终于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运作至今的美联储 同年年底 JP摩根去世 一个时代结束了 对华尔街来说呀 第三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 是富兰克林 罗斯福主导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联储当家人 本杰明斯特朗主导了极低利率政策 本杰明这项政策呢 本意是想要通过美国的低利率政策 帮助欧洲经济复兴 然而这项政策的负面效应 随着时间推移 也慢慢显现出来 那就是极低利率条件下 资本市场肆无忌惮的投机狂潮 而这种投机狂潮 终将透支美国经济的未来成长 无可避免的大萧条 像最后审判日一样 降临到华尔街 大萧条对于华尔街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呢 简单来说 在危机爆发前的1929年9月3日 道琼斯指数是381.17点 到了1932年6月8号 下降到41.22点 降幅为89% 90%的银行破产倒闭 还苟延残喘的银行呢 都捂紧着自己的钱袋子 死活不敢放贷 美联储这时倒是执行起了 高利率的货币紧缩政策来 导致市场上流动性接近枯竭 这时的华尔街 仿佛一列驶入漫长隧道的火车 见不到尽头 也看不见光 风雨飘摇中的1933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了 小罗斯福总统一上台 就连发三个大招 招招治病 重塑了华尔街的游戏规则 那就是银行紧急救助法令 联邦证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联邦证券法呢 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 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而且披露特定信息 此外还规定 任何所谓操纵市场行为为非法 并赋予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 判断何种行为才构成操纵市场罪的自由裁量权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则要求美国政府 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 以避免公众挤兑的情形再次发生 同时这项法案呢 也要求所有的银行 必须选择到底是从事存贷款业务呢 还是证券承销业务 而不能两者皆而有之 也就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 必须分业 而不是混业经营 现有混业经营的银行 必须根据法案进行拆分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 亲自出马 担任第一任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坚定而果断地执行联邦证券法的各项要求 严格执法 严格监管 从严从重 治理华尔街的种种乱象 纽约证交所主席理查德 惠特尼本人被双规下马 杀鸡儆猴的效果呢 就是震慑所有华尔街投机客 小罗斯福总统的改革 使得华尔街浴火重生 长成了今天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模样 对华尔街影响深远的第四项制度创新是 证券业连锁经营 这一创新的开创者是 美林证券的创始人查尔斯·梅利尔 梅利尔的贡献在于 将连锁店的运营模式 引入证券经济业务 就像商业银行建设分行网点那样 美利尔的美林公司呢 把经纪人办公室开到了大街小巷 触角是遍及全美 甚至全球 把股票推销到了千家万户 美国的广大中产阶级家庭 第一次可以进入股票市场 美利尔本人有次在回应 对于证券连锁新模式的批评意见时 这样说 华尔街是什么 华尔街是旧金山的蒙哥玛利大街 是丹佛的第十七大街 是亚特兰大的玛利埃塔大街 是波士顿的联邦大街 是德克萨斯州维科的主街 它和任何一条街没有什么两样 在这里 节俭的人们把他们的钱 拿出去投资买卖证券 美利尔的连锁经营 让华尔街的触角 延伸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对华尔街影响深远的 第五项制度创新 跨市场交易系统的建立 1975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 证券法修正案 下令建立全美市场体系 将美国各个证券交易所 和第三市场 场外市场 都连接了起来 那么在1975年后 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它的竞争者们 就开始筹建 跨市场交易系统 ITS 并于1978年 正式投入运营 这个系统呢 将纽约证交所之外的 九大市场 包括纳斯达克 连接在一起 使投资人可以获得 所有纽交所挂牌 证券的交易信息 而不管这些交易 发生在哪个市场 最好的价格 出自最大的市场 这是一条金融的 万有引力定律 随着上述系统的建立 到了20世纪 80年代末期 美国事实上呢 只剩下两个证券交易市场 一个是纽约股票交易所 主要交易挂牌证券 它们市值巨大 并被广泛持有 被称为主板 另一个呢 是纳斯达克 主要交易那些市值较小 未在交易所挂牌的股票 今天 纳斯达克的交易量 经常超过主板 但是 大部分纽交所的股票的市值 仍然高于纳斯达克 事实上啊 到了1982年 道琼斯指数 第三次突破了1000点大关 此后 它就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 以上呢 就是华尔街历史上 最重要的五项制度创新 汉密尔顿的改革 美联储的建立 小罗斯福的新政 证券业连锁经营 以及跨市场交易系统的建立 说完了制度创新 我们再来看看理念创新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本杰明 格雷厄姆 本杰明 格雷厄姆呢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他是股神巴菲特的老师 是他 革命性地将基本面分析 和价值投资的理念 引入华尔街 刷新了华尔街的基本游戏规则 在格雷厄姆以前呢 华尔街没有股票定价的标准 人们只知道坐庄和投机 格雷厄姆则通过自己的成功 证明了基本面分析的重要性 使得投资这个概念 最终在华尔街出现 并逐步取代投机 成为主流 他同时开创了现代证券分析业 首次提出公司运营资本 和现金流等概念 而这些概念在今天 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股票 分析师们的基本工具 他的证券分析一书 也成了所有资本市场玩家的圣经 沃伦巴菲特说了 读懂格雷厄姆的书的人 全部发了财 讲述了理念创新 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最后一项创新 交易主体创新 历史上的华尔街交易者 是以投机客为主 其中最划时代意义的 伟大投机客 是雅各布·利特尔 在利特尔之前 华尔街上充斥着 掌握政府内幕消息 什么靠损害合伙人利益 什么坑蒙拐骗偷 牟利的骗子和诈骗犯 等等 而利特尔却以独立的 股票经纪人面目出现 不依靠内幕消息 而是根据独立分析 去判断市场走势 进行相关市场操作 高抛低息 买空卖空 事实上 从利特尔之后 一般意义上的投机 成为华尔街市场行为的主流 这一格局延续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才有了改变 1954年 朝鲜战争结束后 华尔街迎来了 新一轮牛市的大潮 包括一大批养老基金 共同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 开始在证券市场出现 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1950年时 共同基金的规模还只有25亿美元 到了1960年 其资产规模就达到了170亿美元 并且还在继续猛增 一切都如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续日 东升 在1960年代初期 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 迅速崛起 彻底改变了市场的投资者结构 对于资本金的更高要求 也打破了华尔街证券公司 不向公众出售自身股份的百年惯例 为了增加资本金 以迎接华尔街的新时代 一些华尔街证券公司 开始放弃合伙人制 改制成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在华尔街上市融资 这次美林证券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1971年 美林证券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交易所会员公司 交易主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 重塑了华尔街的游戏规则 很大程度上 使华尔街成为我们今天印象中 发达而成熟的金融市场 好了 到这里 我们已经讲述完 主导华尔街的前三大因素 我们来回顾一下 分别是战争 基础设施建设 与创新 英国与荷兰的战争 创造了华尔街 南北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 促成了华尔街的飞速发展 到一战后 华尔街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而二战 则巩固和进一步加强了 华尔街的世界强权地位 伊利运河和铁路 这两项不同历史时期的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帮助华尔街 从美国各地金融界的较量中胜出 最终成为全美金融中心 独享了美国 这一大国崛起过程中的 所有历史机遇 从伟大的博弈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创新是华尔街崛起的 关键内部因素 其中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理念创新 交易主体创新 分别扮演了不同的推动角色 这些创新 贯穿整个华尔街历史 成为华尔街内部复杂的博弈 这些内部博弈 又与战争 基础设施建设 等外部博弈 交集在一起 构成一部 更为宏大的历史博弈 正是这种历史博弈 成就了华尔街的金融帝国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补充一个 有趣的历史细节 一个影响华尔街历史的 偶然因素 那就是加利福尼亚的金矿 1846年 美墨战争爆发 到1848年 以美国完胜告终 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领土 就在同一年 移民到旧金山的美国人 就在加州崇山峻岭的河流里 发现了黄金 这下不得了 短短五年间 美国的黄金年产量 增长了70倍 要知道那可是金本位的时代 黄金就是信用 就是货币 美国人现在有了黄金 就有了驱使原本 不愿意投资美国的欧洲人 蜂拥华尔街的魔力 也就是说 在1850年代的美国 正是在金本位制度的支配下 美国资本通过开发加州金矿 部分掌握了遥控欧洲资本流向的霸权 可以说 作为一个偶然因素 加州金矿的发现 在一定程度上 加强了全世界资本 对华尔街的信心 也部分加速了 华尔街的金融帝国进程 好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精华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